水优寒大声说完 又低声和欧阳说了一番话 欧阳点点头 然后高声向众人说道 确实如此 咱们继水城百姓都是周后传家 就是几岁的孩童 都懂得礼仪廉耻 更容不下这样欺心的人和事 彭秀才在哪里 快让他出来把事情说清楚 欧阳化身落地 就有好事的人一溜烟地给彭家报信 欧阳看周围一圈人 男女老幼皆幽 他不想让水优寒这样站在当地 就要打发黄旗去找找 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歇息一下 顺便也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一对中年夫妻领着一个老狱 从人群里走出来 欧阳大夫 这位娘子 老身荣氏就住在这孙氏和正氏的隔壁 老身家里虽然简陋 也还算宽敞 欧阳大夫给我看病的时候曾经来过的 不如就请欧阳大夫和这位娘子来我家里坐坐 喝口茶 歇歇脚 等把彭家的人叫来了 大家说清楚如何 欧阳见了那老狱这样说 就拱手为礼 原来是荣婆婆 那就打扰了 水优寒自然没有意义 孙月娇见自己被视作无误 心里愤恨 她本打算撒泼 可又想到彭娘子和自己是签了卖身器的 拿她抵债自己站着礼 既然这些人要弄这个排场 那一会正好痛痛快快修损他们一番 张三则是见过各种场面的 她想自己是债主 即使去了衙门都不怕 而且还要卖欧阳几分情面 去凑凑热闹 不过耽误些功夫 或者欧阳大夫和那出来懒事的小娘子 最后拿出钱来 那她也不是非要带走彭娘子 就这样 一众人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就轰轰闹闹的到了荣婆婆的家 荣婆婆请欧阳和水优寒在正厅坐下 孙月娇和张三都不用人让 自己捡个座位坐下来 那些看热闹的 有的跟进院子 有的就站在院子外 这里和彭家只有一墙之隔 众人都听到隔壁有婴儿嘶哑的啼哭声 还有人在喝骂 坏了良心的小夫 把这个讨债鬼扔给我们 我们有年纪的人 不找人伺候我们 反倒让我们来伺候这个讨债鬼 多得 你快把他扔出去 省得哭得我们弄心 彭娘子听了那婴儿哭声嘶哑 声音越来越小 早已痛彻心扉 就要去隔壁抱那孩子 张三哪里肯让他走 还是欧阳对他说 你就让他过去抱了那孩子 有我们在这里坐保 你怕什么 张三听了欧阳的话 才松开手 那感情好 有欧阳大夫这句话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出了事我找您要钱就是 谁不知道您是一言九鼎的 少请 彭娘子怀里抱着二妮儿出来了 后面跟着一对老年夫妇 还有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男子 这三人似乎并不情愿 是被几个人推拥着走了进来 那个书生打扮的男子 还是拿面纸扇 遮了半张脸 谁又喊心想 这就是彭娘子的公婆和丈夫了 欧阳一看见这几个人进来 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向那秀才拱了拱手 彭兄 别来无恙 在下欧阳阵一 有些事要向彭兄问了清楚 彭秀才似乎极不情愿 露出整张脸来 只拿扇子挥了挥 并未还礼 傲慢地说道 原来是欧阳大夫 我们家可不曾请您 我们不过是卖个仆夫 怎么还劳动了欧阳大夫 弄这么些个人 是要仗势欺人吗 彭秀才如此无礼 欧阳只是微微一笑 还客气地请彭老爹 彭老娘和彭秀才在厅上坐下 围观的可有看不过眼的 人群里就有人说 不过是个秀才 自己倒把自己看得老高 人家欧阳大夫 可是老早就中了举人的 也没见人家这么账况 彭兄 这彭娘子是你原配妻子 怎么可以说是仆妇 咱们大洲的法律 原配妻子可不是随意买卖的 彭兄是秀才 这个应该清楚 若是被人知道了 去告你一桩 只怕彭兄要吃不了兜着走 彭秀才冷笑一声 欧阳大夫是贵人多忘事吧 这个正史失德早被我修了 他自愿卖身为奴来我家 是赎他的罪过 现在我要卖他 也是我的家事 欧阳大夫爱管闲事 也管不到我家里来 我瞧着你也是读书人 给你留些面皮 你可不要逼我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 孙月娇一开始见这三个人进来 现在听彭秀才这样说 他似乎打了鸡血一样 从凳子上跳起来 还说我是管子 现在我家相公都说了 这姓正的贱人 不过是我们买来的奴才 就是打死他 也没有你们这些闲人的事 大家看见了吧 我家相公说正是失德 这还是我相公人品厚道 不忍说出他那些污烂的事来 如今把他送到红秀钊 去吃香的喝辣的 只怕他高兴还来不及 偏偏你们这些人没眼色 还要来拦着 只怕也是和这个正事不清不楚 彭娘子本来靠在水优寒身边 听了孙月娇的话 气得浑身发抖 眼泪扑苏扑的往下掉 像红赶紧在一边劝慰 要他莫要听疯狗乱叫 水优寒听彭秀在夫妻颠倒黑白 而这又不是在王家村 大家都不知道底细 那边有人就信了他们的话 就替彭娘子报屈 水优寒想了想 就拉了彭娘子过来 低声对他如此这般指点了一番 这位是彭兄的内卷吧 还请彭兄好好管束 不要动不动就出来撒泼 造谣生死 丢了彭兄读书人的脸面 这是小事 惹出大的祸事来 彭兄就后悔莫及了 欧阳沉声说道 彭秀才干咳了两嗓 却啥话都没有说 孙月娘更加有了依仗 又看欧阳言谈举止 也像是书生模样 更是不放在眼里 就扮作茶壶状 向欧阳跟前走了几步 恶声恶气的 开口就要骂 我家相公给你留脸面 你偏偏不要 那我就要羞扫羞扫你 一个男人尽给女人家接声 你怎么就不觉得丢了 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 童书早已经按耐不住 从旁边操起一条凳子 就打了过去 孙月娇猝不及防 被打倒在地上 灯时哭天喊地 蹬着脚撒起泼来 欧阳从座位上站起来 向众人拱了拱手 在座的父老乡亲都听清楚了 我们欧阳家世代行义 虽然医术平庸 但是凭着一颗人心 也救了不少人的命 我母亲更是儿科胜手 这城里随便拉几个年轻人出来 就由我母亲亲手接生的 我的艺术自然不敢和我的父亲母亲相比 但是欧阳家治病救人的家训 我时刻都不敢忘 我欧阳阵医 形势光明磊落 我确实给夫人接生过 那都是主家同意过的 我只是大夫 在我眼里 只要是请我诊病的 并无贫富贵贱男女老幼之分 众位如果对我的德行有所疑问 不妨当面提出来 我们可以一桩桩一件件的对质 我欧阳阵医是个男人 不愿意跟无知的妇人一般见识 我可以对那些污蔑之词置之不理 轻者自轻 浊者自浊 可妇人家最重明解 还请大家开口之前好好思量 莫要把一个清白的妇人往死路上推 欧阳一番话掷地有声 听得众人一片寂静 好多人都低了头 欧阳说得客气 可童书哪里肯就此放过 欧阳话刚说完 童书就走到大厅当中 我家少爷是慈悲的心肠 这一年到头舍一舍要的 哪个不念着我家少爷的好 我家少爷给人皆生了 那又如何 大家去打听打听 哪个不是他们家人 自己来求我们家少爷的 我们家少爷一个男人 难道自己愿意进产房 让自己走霉运 有的人可好 这一边求着我家少爷救了命 一转脸 反把污水向我家少爷头上抛 这是人做的事吗 就是我家少爷救一条狗 那狗也知道冲我家少爷摆摆尾巴 没有反咬一口的 难道人就连狗都不如了吗 童书喘了口气 瞪着孙月娇和彭家那几口人 又接着说道 今天我把话留在这 以后但凡有拿这事取笑 诬陷我家少爷的 你们自己先拍着良心好好想想 若是被我知道了 我不管他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这条凳子就是他的下场 说着走到孙月娇身边 把凳子拾起来 狠命摔在地上 凳子哪经得住这样摔 凳时散了架 孙月娇吓得面无人色 站着津津津地从地上爬起来 扶着腰 也不敢喊疼 厅里又是静默了半想 大家才回过神来 都连连说 大家知道欧阳大夫的人品 不会有那样没良心的人等于 欧阳白搬手指住众人 对彭秀才说 彭兄 正事是你的原配 别说他并没有犯七出之条 就是他略有小错 但是这七出之条之外 还有三不去 一是有所取无所归 二是与更三年丧 三是前贫贱后富贵 据我所知 彭娘子父母都早就过世了 也没有兄弟姐妹 若是被修 则无家可归 而且彭娘子当初 以一家之财陪嫁 后来正事父母 又对彭兄多有资助 彭兄才从租田为生的白丁 考中秀才 三不去 正事占了两条 彭兄你这修妻 要是在衙门里讲一讲 也是不作数的 正事 还是你的嫡妻 这一番话 说得有理有据 厅里厅外的人 都点头称事 孙悦交集了 也不顾自己身上的疼 急步走到彭兄才跟前 揪住彭兄才的衣领质问 怎么那贱人还是你的低气 那我是什么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你八抬大叫抬进门的 我的嫁妆你也花了不少 你若要那贱人 我吊你生不如死 彭兄才被孙悦交拉扯着 挣扎着起来 两人思虑之间 孙悦交一把打掉了 彭兄才手里的扇子 这下大家才明白 为什么这秀才 要在四五月的天气里 就打纸扇 原来彭兄才两个 拳骨下到下巴处 各有一道雪稻子 众人看彭兄才那狼狈样 忍不住哄笑起来 水优寒低声 对欧阳说了几句 欧阳点头 又对众人说道 彭兄才和郑氏 是从王家村搬来的 大家对他们的家事 都不了解 不如咱们听听郑氏 怎么说 这下彭家三口 都有些坐不住 彭老娘就想拦住 彭娘子不让她说 众人岂能让她如愿 就有两个媳妇 笑嘻嘻地 把她按在座位上 任她如何争动 都不松手 彭娘子把二妮 交给小红抱着 又让小婉 挨在水优寒身边 对水优寒服了一服 水奶奶 麻烦您帮我照看孩子 这么多人 都是明白事理的 你尽管把事情说出来 让大家给你评评理 莫要再委屈你自己 这两个孩子 我给你看着 你放心去说 彭娘子就才理了理头发 又整了整一斤 走到大厅中 四下扶了一圈 就把从前的事 从她是父母独女 父母以全部加资 做嫁妆 将她嫁入彭家 那时彭家一贫如洗 她如何一个人操持家务 拿嫁妆 置办一家的衣食 如何仿线织布填补家计 又如何供彭秀才读书 卖了陪价的田地 送彭秀才去硬烤 彭秀才烤中后 又如何出钱给彭秀才 四处浇游等等 又说她连生两个女儿 公婆和彭秀才的脸色 如何越来越难看 她又如何大着肚子 还一个人伺候公婆等等 还说到彭家 烟河赶了她出门 也不照料两个女儿 她又怎样为了女儿将来打算 卖身到彭家 卖身到彭家后 又如何整日整夜 伺候彭家四口人 白天洗衣做饭 晚上要仿纱织布 得来的钱 却都被孙氏收了起来 他们母女三人 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还经常被打骂 彭秀才欠了嫖资 还要拿她去抵 四周的人 听彭娘子说的声泪俱下 唏嘘了一片 有那心软的女子 也跟着落下泪来 也有脾气急的 已经在骂彭家丧良心了 说到最后 彭娘子擦了擦眼泪 我是个糊涂的人 以为拼了我自己 为他们做牛做马 换得我两个女儿 好好长大 跟着他们秀才爹以后 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我瞎了眼 没看出来他们的心 竟然这样狠 我这样对他们 就是一块冰 都能暖成水了 可是他们还是要把我 卖去那种地方 还要打算卖我的大女儿 我小女儿还小 他们哪里会咬她 真的会给扔掉的 彭娘子说了这么多的话 声音都有些哑了 停了一下才继续说道 这些都是我自家的事 我自己承担旧事 可是他们万不该牵扯欧阳大夫 那是我们母女的救命恩人 我们一丝一毫 也没有报答过欧阳大夫 却还连累欧阳大夫 被那猪狗不如的人羞辱 这都是我的错呀 说着 却对着水悠涵跪了下去 水奶奶 您一直都看顾我 我现在厚着脸皮 向您求情 求您帮我照看我两个女儿 您和欧阳大夫的大恩大德 我来生 做牛做蚂蚁要报答 水悠涵正低头和小婉说话 顺口就答应了 等他查诀 彭娘子话头有些不对 急忙抬起头来 却见彭娘子 已经从地上爬起来 见一头 向旁边的石柱撞了过去 MING PAO CANADA